星期六 天主教新教宗方济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主持了祈祷仪式 方济在演说中强调 与经济危机相比 道德危机造成的问题更加严重 星期日5月19号是基督教的圣灵降临节 大约25万人于周六下午聚集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 参加节前的祈祷和守夜仪式 活动从当地时间下午3点开始 新任教宗方济来到广场主持了祈祷仪式 他在乘车入场时受到了现场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仪式上 教宗还回答了四个事先准备好的问题 在谈到当前世界的经济形势时 方济强调 道德危机才是人类面临的真正危险 此外 方济也在周六上午与德国总理梅克尔举行了会谈 教宗在下午的演说中表示 经济危机掩盖了许多来自于道德危机的悲剧 新唐人电视于秒绵一